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我是Faith Pisla医生的门徒 在我牧养的过程里 每一段路程都是神的恩典和带领 我记得在中学毕业后的那段时间 我特别渴慕牧养 我很羡慕领袖们被安利称为组长 感觉他们身上很难 好像散发出光芒一样 因此我的生命需要很多的调整 好几年过去了 我都看不见我有牧养的机会 在这段整合的时间里 神不断带领我在人际关系上 特别是和组长的关系里 学功课和突破我的盲点 我18岁时就跟随我的组长 成为他第一个组员 当时他只有我一个组员 我们的关系很好 很靠近 好像好朋友一样 无所不谈 随着时间过去和人生不同阶段的变化与调整 加上他是一名医生 很多的变动和挑战都是他身不由己的 他开始变得很忙碌 常常encore 我打从心里钦佩他的不容易和尾声 我虽然明白他的难处 但我也无法忽略我的需要 我很渴望被关心 遇到困难 心情低落时 我需要及时的安慰 然而组长的忙碌 和我心里期待组长的关心 却落空带来的失望 让我的心渐渐地对这段的关系冷漠起来 心里的委屈越累积越多 后来组长被调去医保医院当职 我更加无奈 我很害怕被抛弃 我们也很不舍得彼此 但却无能为力 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组长离开PJ后 我们很少机会实体见面和互动 当我看到别人有组长在身边 在教会聚集里 有可以一整组一起做先知性行动 而我却一个人 我感觉很难受 有组长好像没有一样 我的喜怒哀乐组长都无法参与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只剩下表面而已 我逐渐地对我的组长封闭自己 甚至想过换小组 神很奇妙 每当我有放弃的念头 神都会开一闪门 圣灵一直感动我去面对我的组长 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 但我一直跟神摔跤 直到三年后 在我读学房时 神透过同学和老师的帮助和勉励 让我看到关系里 有真感觉 有爱 有信任 有生命树气息 我有了真实面对我组长的关系 有了勇气 我自我检讨后 我看到我有孤儿的心 我从我组长的角度去看 他认为我是一个领袖 就该要有领袖的当时 态度和眼光 我不该被动地去等我组长来关心我 帮助我 而要是主动去贴他的心 主动寻找他的帮助 我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求神来介入我们的关系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 我约我组长见面 那么巧 那个时候 周末他回来这里 我们终于有机会 可以面对面 修复关系 我们都说出自己内心的感觉 我们都哭成泪人 彼此道歉 彼此拥抱 也重新把我们的关系 建立在有爱有信任里 那天面谈后 我们的关系有了很大的突破 我很愿意主动找组长 分享我的生活点滴 组长跟我说 有任何事情都不要自己扛 来找我 我一定会在百忙之中 腾出时间给你 我非常的感动 现在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也很亲近了 我和我组长修复关系 几个月后 很奇妙的 神就赐给了我两个组员 之后陆陆续续来了两个 当我开始牧羊后 我更加明白到 当组长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我牧羊的是 青少年和大专生 因着年龄差 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跟他们相处 明白他们的世界 有时因着工作忙碌 有时需要面对自己的情绪 和生活上的压力 但偏偏在那个时候 组员又有需要 结果我复原地回复他 给他一些的安慰 为他祷告 之后我才得知 他当时其实很需要向我倾诉 圣灵提醒我 我在不知不觉中 忽视了他的感受 我没有先关系后施工 我赶快地约他吃饭 道歉 很感恩 当天我们有了很好的沟通 我们的关系就更进一步了 我很感恩 在牧羊这条路上 有神的恩典和带领 看着一个个组员被建造起来 他们经历神 跟随神 我真的很开心 我相信 神粮给我的每一个组员 都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礼物 我要把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神